全國電視的公司 各位早安 早安、君裕,時間到九點了 先提提大家 8號東北烈風或暴風訊號現正生效 至少維持至正午的十二點 2月7方面吹強風自烈風程度冬至東北風 漸转吹东南风 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 雨势有时颇大 海有非常大浪和有涌浪 最高气温大约29度 稍后风势会减弱 展望明天风势 漸转温和但天气仍然不稳定 初时雨势有时颇大 海有大浪和涌浪 之后一两天骤雨逐渐减少 看今日的新闻重点 8号信号生效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 机管局说已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 今日有大约8成的航班运作 乌克兰进行俄乌战事以来 最大规模的内阁改组 新委任的官员获国会通话 详细内容 8号东北列峰获布封信号生效 最少维持到正52点 天文台会视乎摩蝶的动向 和本港的风力变化 评估下午改发3号强封信号的时间 超强台风摩蝶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 大约400公里 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15公里 旺过南海北部 大致移向海南岛到雷州半岛一带 天文台说过去几个小时 摩蝶采取较为偏西的路径移动 与它相关的裂峰区 仍然会在今早影响珠江后一带 同时与摩蝶相关的强雨大 会为本港带来狂风大骤雨 凭发穿清晨的雨势有时仍然是几大 海面不断有涌楼 强风也吹到坡树不断摇摆 在岸边挡碎板附近 有工程人员到场清理雜物 有居民就出来山步 而在红磡码头 有光管在强风下继续摇摇欲坠 海浪泊岸也不时有强阵风吹过 有市民都常感受风力 湿到有些鱼打出来 臉很痛 习惯了就开心 舒服点 本身要上班 今天应该不用上班了 想它可以挂久一点 当然想啦 休息一天 如果真的休息一天 有什么要做呢 我说没有 爬完回去就吃点东西睡觉 很爽啊 很舒服啊 出来 但是不担心 从来没试过百号风球走出来的 不担心 你不要走出去就可以了 一旦停了就回去喝茶 不怕 有些东西吹山我们 稍微小心点 我觉得不是很大 多大呢 不是很大 没有风 正过这些风球 不过都没去见 只剩半个小时左右 我们刚才都在柴湾里跑过来 有没有见到那些嵩下树 有啊 不过都不是很小 比以往的台风 不是太厉害 因为没有夹杂雨 开心的 不过都是会做事 即是要Home Office 是的 心态就是 喜欢做事 享受做事 享受人生 记者刘俊玉去杏花村的 风势和雨势是怎样的 早晨 刚刚过去这半个小时 其实杏花村的风势 依然都很强劲 见到有时候 那些风势会吹到 个人有点向后挨 其实都可以维持到我 但是呢 这里的天气就有点特别了 因为我们刚刚在这里 看过去就见到一些蓝天 还可以见到阳光 雨呢 这一个小时也没有了 但是海面的浪 依然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由零晨开始 去到现在 海面上不断都有白头浪 随着天色越来越好之后 见到海面的白头浪 也是很多的 拍上岸的浪 也没有那么大 但是有时候 随着强风吹过来 有些浪 就会拍到 有半层楼那么高 但是可以整体来说 我现在见到 对面的张军河那边的天色 其实都相当不错 云也比较少了 但是蓝天也比之前见得多了 那我们会在这里 跟着最新的情况 先将时间加回新闻报 好 谢谢 夜机管局说 已经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 今天有大约八成的航班运作 受台风影响 机管局说 昨日运行的916班航班当中 大约50班要取消 而今天重新编配之后 全约有708班机是运作 是平日运量的八成 机场航班显示平显示 几班原定今天出发的航班取消 大约旅客如果要搭的士 可以到的士派丑机拿丑 再等叫号去的士站 机管局又说 有旅客通宵在机场过夜 以免行程受到影响 当局设有较500个通宵座位 一度坐门 有市民就说 比平时提前超过两个小时出门口 也有市民说的士陈记价格 我们在一出康城过来 一出康城 用了550 加了850元 是的 那司机有没有特意通知你 还是有 也有的 难不难啊 你有没有说折了多久 可能半个小时 150 是的 我们是沙田那边过来 今天都是T8 是的 都合理 清衣搭过来 九点几天预早了 两个半小时左右 暂时看着没有言时 都不算太担心 风暴期间 两男一女受伤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 消防就收到最少三十六宗 冬雪报告 渠母处就收到最少一宗水浸报告 今年第一个8号信号 摩蝶在凌晨时分最接近香港 过往打风的水浸黑点 港岛杏花村继续首当其冲 港岛杏花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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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一般的颱風會延續下大雨 但當有短區經過香港時 它的軟件都是非常之大 而且是非常之強烈的風 在九龍的紅磡碼頭 天氣最差的時候 連前路都看不清 紅磡碼頭岸邊不時有湧浪 打到臉時都有少少痛 風勢最大時連企韻都有困難 強風將光管趨勢鬆脫 風雨稍微減弱 他們就來感受風力 有家長無視警告 帶小朋友追風 與大自然搏鬥危機潛伏 民安隊人員不時巡邏 呼籲市民遠離岸邊 剛才有幾下是很厲害的 風打過來水都是有點重的 驚喜 不過不是很害怕 一般都不是很厲害的 8號訊號期間 天文台兩部發出黃雨警告 在荔枝閣路面有積水 車洗過時淺起水花 大埔雨勢最大 每小時雨量達到42毫米 沙田、元朗都至少有30毫米 多區有塔樹高高 港島馬紀鮮峽度這棵15米高的樹 堵塞來回行車線 英皇道近天后站的這棵樹 押著電車電纜 由於擔心電纜仍然通電 當局確保停電後才繼續清理 母線電視機者 陳尚軒報導 教育局宣佈 今日所有日校繼續停課 夜校的翻學安排在稍後會公佈 九巴和城巴大部分日頭路線暫停服務 九巴華路線B1和B9 龍運路線S1、S64、S64C、S64P和S64X 由頭班車開始維持有限度服務 其他九巴和龍運的日間路線暫停服務 直至另行通知 城巴大部分日間路線暫停服務 預計今日會維持個別連接機場 和個別口岸路線的有限度服務 運輸署核下牌照事務處、車輛檢驗中心 駕駛考試中心和筆試中心等暫停服務 預約上午進行駕駛考試的考生 將會獲個別通知 令定考試日期 美國將會對量子技術和其他先進技術 實施新的出口限制 主要針對中國和其他敵對國家 曾經是華為旗下品牌的榮耀宣佈在國際市場推出 新摺疊手機或進一步蠶食三星的摺機市場 休息回來有詳細報導 美國將會對量子技術和其他先進技術 實施新的出口限制 主要針對中國和其他敵對國家 彭博報導 新規目標在量子計算機和組件 一組名為全環繞山極的尖端半導體技術 以及與金屬和合金相關的各種組件和軟件 美國商務部的聲明表示 日本、荷蘭和其他盟友都會參與這次行動 曾經是華為旗下品牌的榮耀宣佈在國際市場推出新摺疊手機 或者進一步蠶食三星的摺機市場 榮耀計劃在包括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西班牙等歐洲市場 以及在中東、亞太區和非洲推出全新摺機Magic V3 這部已在內地推出的新機機身會教主要競爭對手三星的旗艦摺機博 並且兼具人工智能功能 據諮詢公司Counterpoint Research的統計 今年第二季全球摺機市場按年增長四成八 很多手機品牌都增相推出摺機 華為更加已經展示了由藝人劉德華代言的三摺手機 並且將會在今個月十日正式發佈 市場憂慮美國經濟前景 美股三項主要指數個別發展但整體的變動不大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報40755點跌219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報5503點跌16點 美股開始前夕 人力資源顧問公司ADP公布 美國上月私營企業職位只是增加了99,000個 是三年半以來最少 導致低開81點之後就反覆向下 更加一度跌超過400點 之後跌幅收窄 收視跌了289點 標普500指數接近平開之後 早段曾經最多升26點之後反覆回軟 收視跌了16點 跌幅0.3% 連跌第三天 捷南航空上條第三季收入指引 估價升7% 從事伺器及雲業務的衛宇科技 預計毛利率下跌跌6% Tesla宣布在明年首季 在中國及歐洲推出更加先進的輔助駕駛系統 估價升近半成 電動車充電技術解決方案公司Charge Point 次季業績不如預期跌近1.8% 納斯達克指數收視部17127點升43點 反映中國概念股表現的納斯達克中國金融指數 收視部5605點升48點 無線電視記者陳文昭報導 一節最新的消息 天文台表示 會在中午的12點40分改發3號強風訊號 據報車子品牌 Tiffany 將上海旗艦店規模縮減一半 彭博報導 LVMH旗下的 Tiffany 位於上海香港廣場的旗艦店 目前店鋪面積超過12000平方呎 總共有兩層 致情人士透露 Tiffany 終於在今個月稍後騰出空間 而業主麗珊集團已與潛在租戶、商討租任情況 Tiffany 和麗珊集團都未有即時回應 國泰軍安和海東證券將會進行合併 兩間公司將會在今個月5日簽訂 據法律約束力的合作協議 以吸收合併和換股方式進行合併 國泰軍安將會向海通的A股和X股的股東 分別發行A股和X股 另外再配售新A股務集配套資金 兩間公司的A股和X股已申請停牌 明報報道 廣東省先後四間港人子弟學校成為中學文憑士語考學校 最新是今個月獲批的東莞企大港澳子弟學校 明年開始可以保送校內合資格學生 以學校考生身份參加DSE 考評局回覆明報說收到東莞企大港澳子弟學校申請之後 按程序審視學校質素 經審診考慮接納那間學校由明年DSE開始成為語考學校 比校內中陸正讀生以學校考生身份報考明年DSE 星島日報報道 中國深海一號科考船葵同交龍號載人潛水器 將會在今個月23日至25日訪講 與本港科學家交流並舉行公眾講座等 科研考察隊昨日與60多個本港中小學生 與青島中學生進行跨海連線的深海課堂 推動海洋科普教育 有參與課堂的本港學生說 深海課堂增強它對國家的歸屬感 立志將自己對機械人設計的興趣投入到國家事業當中 來到中華略景時間 南京有小學老師用展示工藝記錄今屆巴黎奧運 國家隊運動員奪金的瞬間 一起欣賞一下 這裏一張張的剪子講述了一個個的故事 不到是今屆巴黎奧運國家隊在40項目奪金的時刻 由南京這間小學美術老師許夢飛用了10天完成 這剪子是咱們中國隊勝利好他奪得的第五枚金牌 這樣一個瞬間 也是他個人的第一枚奧運金牌 我就是想通過這樣一個定格的瞬間 來展現勝利好奪得金牌的喜悅之情 她希望透過這種方式向運動員致敬 傳承奧運精神 又向學生介紹創作背後的故事 分享剪子的樂趣 無線電視機者 廖淑儀報導 明清時期 全國有九成多的茶葉都是由廣州出口 而當地第一間茶主題博物館近日開放 重現茶貿易的輝煌歷史 走入以茶禍世界為主題的茶博館 可以見到兩棵千多年歷史的古茶樹 和展現茶葉貿易黃金時代的2300件藏品 在我們身後這裡展現的是瑞典的歌的寶號 我們將船船底部進行了一個1比1的複刻 這時候瑞典的歌的寶號三次來到咱們中國的廣州 進行跟我們進行貿易 一個貿易往來 茶葉走向世界 影響世界的生活方式 因為凱瑟琳公主她嫁給了英國國王查理二世 她的一個隨行嫁妝當中就有中國的紅茶和茶具 但她非常喜歡喝茶 她就帶領公爵夫人沒事就大家一起喝喝茶 在當時貴族社會當中 雙流社會就掀起了這麼一個飲茶的風潮 這裡也都打造了茶生活館 給參觀者品查 無線電視記者 陳宇喬 報導 這次中華略影 講到這裡 時間還會 spécial Vivi have a great time 快點 完畅 那天 我 各位早晨,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容家瑶,先看最新的风暴消息 8号东北烈风或暴风讯号生效,天文台将在下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讯号 超强台风摩蝶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 时速大约15公里,横贯淫入北部,大致移向海南岛到雷州半渡一带 过去数小时,摩蝶采取较为偏西的路径移动 但是和相关的烈风区仍然会在今早早影响珠光效一带 天气方面,我们预计会吹强风至烈风程度的东至东北风 会渐转吹东南风,稍后风势会减弱 每天多云,有狂风,罩雨及雷暴,雨势有时会比较大 要提提大家,海上有非常大浪及涌浪 所以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而幸花村清晨雨势有时仍然几大 海面不断涌浪,强风亦吹到树不停摇摆 在岸边的档水板附近,有工程人员到场清理雜物 有居民出来撒捕 而在红盒码头,有光管在强风之下继续遥遥浴坠海浪拍岸 亦不时有强震风吹过,有市民到场感受风力 亦有市民无视警告在红盒码头附近游泳 天文台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 呼吁市民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 而我们的记者邓杰盈现在在红盒,红盒的风势有没有减弱? 对,红盒码头的风势对比三、四个小时前已经弱了些 不过偶然才会挂起一阵阵的大风 但对比刚才有浪运的情况已经弱了很多 现在看到多了市民来跑步和散步 亦有家长带小朋友来感受风力 刚刚天文台预告中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讯号 刚才我们亦有与部份市民谈过 有人觉得这次摩蟹的威力不算很强 都预计了8号信号不会维持得很久 预计下了波便要上班 所以都觉得无所谓 不过亦有市民觉得失望 觉得只半天风假便要上班 如果要放久一点便可以留在家 陪在家人和家人吃饭 那我们的报道是这麽多 先将时间交给新闻报 好,谢谢 至于在风暴期间 有两男一女受伤到公立医院急症室求诊 消防收到至少36宗淋树报告 其务处收到至少1宗水浸报告 今年第一个8号信号 摩蟹在凌晨时分最接近香港 过往打风的水浸黑点 港岛杏花村继续首当其冲 越势时大时势 但是强风便没有减弱过 湧浪不时拍打上岸 海滨长浪轻微水浸 有人无事当局劝雨走到岸边 感受什麽叫做别有一番风味 平时很难做到的动作 借助风雨便轻松得多 在九龙的红磡码头 天气最差的时候 连前路都看不清 空间码头岸边不时有涌浪 打到臉时都有一点痛 风势最大时连企韵都有困难 强风将光管趋势松脱 风雨稍微减弱 他们快感受风力 有家长无事警告 带上小朋友追风 和大自然搏斗 危机潜伏 民安队人员不时巡邏 呼吁市民远离岸边 刚才有几下风打过来 水都有一点痛 有惊喜 不但不是很害怕 一般都不是很厉害 8号信号期间 天文台两部发出黄雨警告 在荔枝角路面有积水 车洗过的时候潜起水花 大埔雨势最大 每小时雨量达到42毫米 沙田、元朗都至少有30毫米 多区有插树报告 港岛马几仙峡道 这棵15米高的树 堵塞来回行车线 英皇道近天后站的这棵树 压着电车电纜 由于担心电纜仍然通电 当局确保停电之后 才继续清理 母线电视机者 陈尚轩报道 教育局说 所有日校今天继续停课 而夜校今晚将恢复上堂 医院管理局说 所有普通科门诊诊所 专科门诊诊所 专职医疗 和其他日间医疗服务暂停 已经预约的门诊病人 需要另外再约诊诊时间 另外卫生署说 除了美沙和诊所外 其他核下所有诊所都会关闭 而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 和私家诊所新冠疫苗接种站 都不会开放 另外根据港交所安排 港股全日停市 而根据金银业贸易场的台风 特别措施安排 公开限价市场全日停市 电子交易就照常 根据银行工会的安排 银行全日都会暂停营业 至于在澳门 8号风球仍然生效 预料在中午之前维持 超强台风摩蝶 和澳门维持大约350公里距离 东北港门附近持续下雨 行人比较少 朝早在10月初五加一大 雨势都很大 但不少市民如常外出 澳门气象局说 受到摩蝶环流影响 澳门风力持续 伴随着频密的大罩雨和雷霍 蓝色风暴潮警告仍然继续生效 预料上午 内港低华地区有水浸 呼吁市民要做好防风防水措施 经济日报社评 超强台风摩蝶集港 官商界都严震以待 防范暖像 明显吸取了去年种种教训 教育局尤其超前同样受影响的鄰近地区 罕有感提早一日宣布 星期五停货 风暴路径多变难测 即使最终所受冲击未及预期 相信可以为未来 越吹频繁的极端天气来集 做好预演 香港公司型机构 如今吸取往式教训 痛定思同 尝试为摩蝶敲定合理应急对策 有望保障人命安全 缓减经济损失 但排水系统 可否应对破顶暴雨 10号预风信号 会否不能再充分警告 强风所带来的灾害等等 都是长远 必须要更加深入思考 和准备界远硬件配套问题 相报社评 超强台风摩蝶来集 天文台昨日艾曼 发出8号东北列峰或暴风信号 预料8号波将会维持到今日正午12点 摩蝶是本港今年第一个挂8号风球的台风 政府不敢怀慢 就是几日前已经超前部署 务求保障市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莫切亦都很可能 在香港9月23日 实施打风不停市新安排之前 最后一个令到股市暂停交易的台风 所以业界和投资者都应该密切留意 可否可以从中取得经验 比新安排能够更加顺利地落实 又直回来会有下一节新闻 我们稍后再见